先吃个饭吧 吃个饭 然后过两天的话 我看一下 这样哥姐姐们已经拍下来了 拍下来 没有了那就没有了哥姐们 那就没有了 拍完了的话那就已经没有了 生吃也能吃用开水泡了 对生吃是可以吃的 但是其实你看生吃 生吃这个杨赌军那太奢侈了 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 杨赌军拿来生吃太奢侈了 所以说一般我们都是拿来煲汤 真的 煲了一锅汤全家人都可以去喝 对吧 煲了一锅汤全家人都可以去喝 平淡中 哦没有了家们 没有了我先给你们下掉了 哥姐姐们我先给你们下掉了 然后 嗯这样哥姐姐们我去 我不知道你们都吃饭了吗 哥姐叔说 你们晚饭都吃了没有呀 没有了哥姐姐们 我已经把那个链接下掉了 链接已经给大家下掉了 没有了 我在哪里呀 我在我在我的老家 你不是你不是去浙江了吗 小妹 哈哈 小妹已经从浙江回来了 刚吃了 那呃 家人们你们稍等我两分钟 稍等我两分钟 然后我去把我的饭给弄过来 饭给弄过来 因为 我堂弟已经把饭给我端过来了 放那放那就可以了 放那 谢谢啊 刚刚他们给我发消息说 说去吃饭的 我说我在直播 然后他们就把饭给我端过来了 我先去拿 他给我带过来了 不是去公司里了吗 家人们我去公司都已经回来了 我妈 今晚做的什么菜 他们好像是煮了鱼 家人们 姐姐吃饭 谢谢 你们吃了没有 吃了 吃了啊 好的好的 你们先去玩吧 哈哈哈哈真可爱 今晚做了什么菜 他们做了鱼 家人们 他们做了鱼 给我打过来了 哎呀 非常感谢 你们好 晚上好 晚上好 哥吉们 晚上好 晚上好 新进家威直播间里面的哥姐叔叔 我们晚上好 哇 你们一直陪家威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吃了饭没有 哥吉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饭 吃了的话打一波吃了 好不好 没吃的 你们打一波没吃 你要多喝水 好的 微微晚上好 晚上好 家人们 家威以前没那么多笑容了 怎么会呢 家人们 怎么会没那么多笑容呢 吃不下 怎么会吃不下呢 家人们 我是杭州的阿姨 嗯 你们好 正在吃 我也正在吃 家人们 嗯 这两天 这两天 经常下雨 所以有些时候 他的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 所以哥哥姐姐们一定要照顾自己好吧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是多 你是用左手 不是 这个是 这个 就像我们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一样 他的镜头是 翻转的 镜头是翻转的 我为你一直很优秀 谢谢 我再怎么优秀都是都一直是咱们直播间里面家人们的价位好吧 吃右手 吃右手我要怎么跟你们比呢 因为他自拍的时候啊 自拍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镜像的原因嘛 张文你是不是瘦了 没有啊 哥姐姐们 我没瘦 我一直都是挺匀秤的 我最近都是挺 我在学校的时候瘦 哥姐姐们 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 控制体重吗 然后当时我就 嗯 我最胖最胖的时候是120 120多斤 然后我在学校的时候就 一直去管理身材嘛 管理身材 然后当时90多斤 你们知道价位多高吗 哥姐叔叔叔 你们知不知道价位有多高 现在很好 压头你那热吗 我们这挺冷的 如果下雨的话更冷 嗯 我看一下谁打对了 一米六八 一米一 这是谁打了 怎么可能会一米一呢 一米一那是多大 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哥姐姐们 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有多高 你们想不想看 你们自己目测一下 两米一那太夸张了 想是不是 好 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 放上面一点 这样你们才能更直观的看得见 看见吗 哥姐姐们 一米五九 认识价位的哥姐姐们 哦 认识价位的哥姐姐们 肯定都知道价位是一米 我穿鞋哈 我现在穿着鞋是 没有 没有一个参障物 所以哥姐姐们 看不出来我 我多高 我穿着鞋 我是一米七 穿着鞋 我是一米七的 体重有多重 几重的话 一百零几 一百零几 对 一米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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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从户口 我是能从户口呀 家人们 能从户口怎么了 能从户口不好吗 对 我弟弟妹妹去读书了 南方 对于南方人的来说 可能 一米六八 已经是 上司库高了 我说对了 很多家人们都说对了 对不对 太瘦了 不瘦 不瘦 我家人们我是比较匀秤的 户口不重要 因为我本身也是农村人嘛 我又不是城市里面的人 但是咱们直播间里面 很多家人们 应该都是城市里面的吧 这样你们是城市里面的 你们抠一是农村的抠二 好不好 有点偏瘦 珍珠阿姨是城市里面的对吧 哦 好像 全是城市里面的嘛 农村里面的人很少 基本上都是城市城市里面的哥哥姐姐们 嗯 城市里面的人多爱 我也是农村的 我也是农村的哥姐们 你这是能民伯伯 你这是能民伯伯 那我是 那我是村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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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吃的什么 吃的是一个煮白菜 然后这个是土豆粉 然后这个是一个凉凉菜 你本来就是村姑哈哈哈哈 嗯 往前三大基本都是农村是吧 最开始还还不是抗农村人对吧 当时还有一个农村包围城市不是吗 晚上好晚上好 看你吃的呱呱香谢谢 下午好呀 哥姐姐们下午好 欢迎来到家威的直播间 问了好几遍 问了什么问题家人们 我们都喜欢家威 谢谢 家威你这天还没黑吗 没黑 还亮着呢 还亮着呢家人们 吃麻麻香 哈哈哈哈 嗯 我小时候 我都出高中那那会儿吃饭很厉害 然后当时我就 本来我年龄小嘛 我比我同班同学都要小个两岁 然后当时出高中的时候我 吃饭吃的贼厉害 就是一天呢 我记得当时一天都四顿了 一天四顿 然后一直拿着大碗吃饭 然后当时 个子长得也非常快 这个子长得也非常快 然后 体重长得也快 个子长得快 体重长得也快 然后那段时间 也就是一下子 放了一个暑假 然后回去之后 我就长得非常快了 然后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 就没有再怎么长过了 再说一下子长得很厉害 教一个人吃这么多菜 多吗 能吃的人情况 不能光吃饭不干活 对吧 改变端碗方式 那怎么端 什么学历 我们是大专学历 叫什么 这样会掉的 怎么会哥姐姐们 现在 已经不是看脸的时代了吧 这是个什么 一些家常菜 哥姐们 你们今天晚上吃了啥 可以放在 可以打在空皮上吗 好了 而且给他 哭泥不来的呢 走过去 哭泥不来的呢 竹笋吗 不是 白色的长桃是土豆腐 有吃粥 吃饺子 哇 我也想吃饺子 米线和炸串 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喜欢吃那种小东西 什么炸羊玉啊炸串啊 然后天天天天天被骂天天被老师骂 哈哈哈哈 羊排给炖萝卜哇 伙食不错啊 咱们直播间里面加什么样心的伙食不错啊 还有吃鱼头的 还吃都成小胖子了 这样的 补充能量 家伟我看清楚了 你吃的是土豆粉还有白菜 嗯 满面的样子 注意你给家伟发消息好不好 因为现在我如果我在这里说的话 没有车的话 他是不能讲的 你这是在家吗 对哥子吗我在家 请你吃海鲜大餐吧 谢谢 但以后家伟有能力了 家伟再请你们吃海鲜大餐好不好 家伟以前是笑话又是学霸啊 哈哈 好不好 对姐姐们 以后家伟有能力了 我请你们吃大餐 海鲜大餐 或者说是你们来家伟家里面 我请你们吃腊肉 好的 谢谢 嗯 我在我家里面 这门 我在家里面 门口坐着呢 你看这么多菜 家伟得背回来呀 不然的话 冬天到了 就没地方背了 而且我们这里背柴的话 就是要去很远的地方 有些时候他们 有条件的 他们都是开着那个三轮去 拉 没有条件的 就只有自己一点一点背回来 如果是真心支持家伟和喜欢家伟的 哥哥姐姐们没有问题 你们来家伟家里面 我给你们煮那个 腊肉好不好 在农村生活似乎也挺好的 感觉朴实没架子 在农村生活 其实 哥姐们可能在大城市里面 待久了的话 人会那个啥比较麻木 然后 一味的去迎合别人 反正之前我在大城市里面的时候 我就有点那种 都有点失去最真的那种我了 土鸡我卖了 哥姐们 土鸡我卖了 但如果你们真要来家伟家里面的话 我马上去整几只给养起来 养起来 等到时候你们来了 就弄给你们干 好 谢谢 咱们直播间里面还有没有家人是没关注嘉威的呀 没关注嘉威的给嘉威点一波关注好不好 然后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就是每次我不做预约的话 就咱们很多家人们就是没没法 刚才又卡了一下 刚才是我调一下那个WiFi 不是WiFi是数据 流量数据 我是嘉威 无花果 这样你们想无花果吗 我先泡杯茶来喝 你们那边服装很好看 我们这边服装有非常非常多 哥姐们 其实我最开始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我想 做那个服装的 就是想当一个 民族服装的设计师 哈哈哈哈 这个梦想 哎呀有点太远了 但是 是我心里面的一个 因为 属性一点 可以传承民族文化嘛 其次一点还 就是 我自己本身也喜欢 这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号吗 对啊哥姐们 这是我的号 做吧 但是需要一定的能力吧 我感觉我能力还没有那么 家卫没有弟弟吗 有的 哥姐姐吗 我们家是四姊妹 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我跟我妹妹差 差五岁 我跟我第一个妹妹差五岁 跟第二个妹妹差七岁 跟我弟弟差 十一岁 今天去干活了 家伙们干活了才回来的 哎呀 你看 你爸爸 那个妹妹 这种 还没有了 我的妈妈 我 已经 那种 这个 我 弟妹妹都还在读书 是的你那里为什么是白天我这 这个我怎么回答 家威气色真好是吧 平时喝喝这些东西喝的比较多 多大 哥哥姐姐们有些问题 如果我不回答你们的话 那是有一定原因的好不好 有有些问题我没有回答你们 那是因为有原因的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家威的视频 好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家威的视频 视频里面我是有跟大家说了的好不好 我是02的这样吗 我是数码的 数码的 但是我读书读得很早 我五岁的时候我就读了一年级了 当时 你一天说那么多话累不累 按照我们这边的算法来算 我就是23的 不便说就别问了 谢谢辣美 谢谢辣美 帮家威讲出来了 因为确实 我也数码的 哇 数码的36岁是吗 哦 数码的有福气 对吧 数码的有福气 各级们 因为东方和西南地区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差 对不对 嗯 对确实 有时差 有时差 各级们 有时差 谢谢大家送的 棒棒糖 谢谢 谢谢大家送的棒棒糖 我儿子跟你一一 我儿子跟你一年生的 是吗 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数码的 家人们 有没有啊 有的话你们扣一波有呢 这么巧 那咱们这算是跨 跨着时代在互相交流啊 跨着时代在互相交流 有有有 我看呢 好多家人们都打得有了 谢谢送的棒棒糖 哥姐姐们 喜欢家威的 帮家威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 不用送 不用送那个 这个那个的 因为送了其实我不希望就是大家给家威刷礼物干干什么的 你们给家威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 好吧 你是九零的 我是零二的 家人们不是零二的 四川那个乐山的四川路山里路山 我可以讲四川话 但是我直播间里面很多家人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你包括像 上海呢 还有什么广州呢 还有什么 新疆的呀 北边城市的呀 这种非常多 所以我讲普通话 大家才会懂一点 对吧 讲四川话呗 你们想听家威讲四川话的话 我可以讲 我可以讲 讲两句 上海话会说吗 只会一两句 只会一两句 你认识活活吗 不认识 我是陕西的 广东的 对 讲讲 那我就用四川话 给大家 讲个绕口令吧 我用乐山话给大家讲一个绕口令 呃 鲁西里鲁不是鲁西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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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就是一个绕口令 就是我们乐山的一个乐山的一个什么 阿拉先生 上海话会讲两句 那么阿拉松黑人啊 或者是龙虎啊 吃完美啊 这样子的 只听懂一个炉 对 说说你的家乡话 家乡话可能更老火了 家人们 你们更听不懂了 好笑小孩子的声音 你好小谢谢 不是四川话 四川话是 就是 所有的叔叔娘娘 哥哥鸡鸡 还有爷爷奶奶们吃完饭没得 就是这样的 上海话你怎么会说的 因为上海我在上海待了四年 我在上海待了四年 死了哦 哈哈 你们听懂了啊 家人们你们都在跟我讲吃了 吃了 对 我们这边的四川话 他就是有点 有点那个傻 但其实跟普通话差不多 跟普通话差不多 好懂一点 对 上海话才是真的难懂歌 姐姐们上海话才是真的难懂 呃 如果说是用上海话 念我的名字呢 就是 哎就有点怪了 我的读不读 蓝蓝阿姨听懂了 是吧 山东话 山东 善懂 嗯 为什么山东话 其实山东话之前 我在学校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 他们都是山东口音 我是东北口音 当时就把我们带拼了 种 嗯 明下话我不会 江西话难懂 嗯 真的是难懂 上海话讲 蛮好的 是吗 我也就只会这两句 我也就只会这两句 嗯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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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楞送的小猩猩 谢谢送的小猩猩 这个小猩猩咱们就不送了 哥姐姐们 四川话好懂 各位 叔叔 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吃了没 对的 阿拉桑海呢 是的 是的 就是上海的那种口音嘛 我开个灯啊 哥姐们 这个天越来越暗了 我开个灯 开个灯 亮亮堂一点 家威这边看 我们耳朵真的像吗 我的耳朵 看前面 你们看 我的耳朵是很大的 很有福气 一定能成功 好 哥姐们 嗯 那 室外 对 我在门口 我在门口 想听家威讲英文吗 哥姐们 阿娟可以教一下 怎么直播吗 有手机就可以 有手机可以 能当上海话 上海人 不都上海呢 都上海呢 上海人 上海人对吧 上海人 想是吗 想的话 耳朵大有福气 想的话 这样哥姐说说 你们 所有进到家威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 帮家威点亮一下粉丝灯牌 然后没有关注家威的 给家威点播关注 再给大家来一段吧 再给大家来一段 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才艺 对吧 没有什么才艺 谢谢 送出的粉丝灯牌 非常感谢 这人们 是你的粉丝 谢谢 谢谢咱们的粉丝 欢迎欢迎进到家威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 欢迎进到家威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 耳朵好的 这样给大家来一段 然后我就开始那个了啊 唱一首小 唱一首歌吧 哥哥姐姐们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然后你们帮家威把小资资点上去 给大家唱一首我们民族的歌啊 谢谢谢谢 贺南火 好不好 哥姐们 唱歌好的话你们打好 唱歌不好的话呢 我就不站了 唱啥都行 是吧 好的话你们打好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是 是正在看家威直播的 还是说是直播放着丢一边的那种 好啊跟家威互动一下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哥姐姐们 好的话你们把好字打在公屏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家威就给大家献丑了 好吧 就给大家献丑了 随便 就是给大家唱一首民族的歌 叫口弦 也是以前在电视里面播过的什么听见梁山里面的一首主题曲 希望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哥姐叔叔爱们能够喜欢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给家威加加油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 好好好我给大家唱一段 戴卡好像 那我先把它放出来 这有点害羞了 如果有谁见到我的口弦请你还给我 我做了灯红酒绿不该将你放弃 如果有谁见到我的爱人请你告诉他 我累了茫茫茫茫茫的海爱的原来还是你 如果有谁见到我的家人 请你告诉他 我醉了不该不想 不愿让他们伤心 如果有谁路过我的故乡 请你听一听 我走了上岗上市 否还有人在歌唱 如果身不再高 不再歌不再远 如果水不再深 不再记忆不再长 如果爱还有梦 还有真还有春 如果心不再伤 不再烂不再疼 可以了歌集吗可以了 唱的太好听了 你们就不要夸了 我知道我唱歌不好听 因为我的嗓子不好 知道吧 我的嗓子没有那么细 所以唱出来的就不怎么好听 好吧 谢谢谢谢大家 以后 等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了 我就去学一学吧 学一学 好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样 你们那边天还怎么没 我打这个灯在这儿 我打这个灯在这儿 来哥结束 双爷们 所有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 刚刚是不是一直在问我 那个雪胎局 对不对 哥姐姐们 想要雪胎局的 我看一下 今天雪胎局的话 可能有十几单 这十几单的话 我可以给咱们直播间里面的 哥哥姐姐们上 但是多了没有 哥姐们只有十几单 只能你们拼手速 拼网速的去抢 好不好 只能你们拼手速 拼网速的抢 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两天 雪胎局 它涨价了 它涨价了 所以说 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 可能 今天看到你了 是不是 对 雪胎局的话 可能你们现在去外面的商超里面看 而且也已经涨价了 所以的话 今天我就 就只给大家分享这十几单 好不好 哥姐叔叔 刚刚我唱的那个叫口弦 家人们叫口弦 我就先给你们 介绍一下 看见你了 家卫很喜欢你讲英语 谢谢